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个新发地的疫情告诉我们 很可能病毒是通过冷链运输传播的 那么也就是冷冻 我们吃海鲜生鲜 因为路途远要通过冰冻的这种冷链的这种运输 才能运到很远的地方 我们知道病毒它有个特性 就是在寒冷的环境里生长 生命是非常长的 做科学研究的时候 往往会把病毒冻在零下270多度的 甚至几百度的这个液氮里面 温度低了以后 它的生命就能维持 所以做研究的时候 如果冻在这个叶氮里面 或者是低温冰箱里面的病毒 我们要做研究 就可以把它取出来 把它复活 所以很可能 比如说从海外 冷冻运回来的这些病毒 再如果在海外 污染了这些海鲜 鱼类 这些生鲜的食物 经过冷冻 到达我们国家 就会把病毒传播回来 因此 大家以前一直在考虑 就是说 陆地的动物 空中的动物 像这些蝙蝠是会飞的 但现在我们要考虑 是不是通过水路进来 冷冻是一个病毒生存时间 非常长的一个条件 所以经过海外运回中国 可能病毒都寄居在 这些冷冻的 这些海鲜品的表面 所以很可能 就通过这个传播回了 我们国家 所以这也提示我们 平时要注重 吃饭的时候 这种冷的东西 冰冻的东西 一定要充分的加热 另外一个 吃这些生鲜的 这些食物的时候 切呀 处理的过程中 一定要跟别的 这些食物的案板要分开 这样才能避免 疾病的传播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